实在是想不到 大S最终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近日小S开始复工了 可以说非常高调 一身中国红 扎着麻利干练的麻尾 不得不说小S这精气神特别好 他爆料 大S从前夫买的豪宅里面搬出来 然后自己在隔壁不远处又买了一个新家 关键是新欢聚敬夜又重新回到韩国 小S表示聚敬夜走后 姐姐的精气神都被抽走了 整个人在家无所事事不是太正常 还胡言乱语 状态不是很好 不仅如此 大S已经从汪小飞买的豪宅里面搬出来 汪小飞买的是台北信义豪宅 价值四个亿 离婚之后大S一直住在里面 而现在大S已经搬离信义豪宅 在隔壁花了1.8个亿买了个国家艺术馆豪宅 来看看这两个豪宅没差多远 在一条街上 只是大S后来买的贯德远见 在台比信义过去两栋 虽然在一个街上 但是明显看得出来还是很大差距的 从灯光奢华就能看出来 不过这新房子应该也是汪小飞出的钱 因为她刚因为孩子给大S打了2.2亿 大S这边就体面地立起了独立女人人设 搬新房了 不愧是12岁就混娱乐圈的 演得一出好戏 而王微微评价大S 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心理疾病 具有很强的表演型人格 一直在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物外壳 但是内心非常幼稚 不懂感恩 没有大智若愚 但是由小聪明会算计 这跟她在娱乐圈混分不开 从蓝正龙的回忆到汪小飞的回忆 看得出来大S对待是主动出击的 往往一开始制造出自己爱慕对方的假象 让对方受宠若惊 开始交往后放低姿态 非常温柔体贴 像舔狗哄着对方感激涕领 但是真正抓牢这个男人的时候 就开始释放真正的自我 以不确定的情绪操控和训练对方 力图把对方PUA成舔狗 看王微微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谁能想到 在S一家的利益争端当中 最大的受益者 竟是小S的老公徐亚军 小S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回复网友 一句我不惨 我很幸福 首次正面回应了婚姻生活的传言 而他之所以这么说 正是因为大S的离婚纷争 已经波及到自己身上 就在不久之前 有网友爆出许亚军不仅多次在外沾花惹草 甚至还在上海有一个儿子 一张疑似许亚军母亲抱着孩子的照片 也被网友扒出 小S跳过十月怀胎 直接洗得柜子 然而一直在两个女儿婚姻中 上窜下跳的S妈 这次却匪夷所思的没有出面发声 而被网友扒到疑似账号 也在瞬间清空了消息 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要知道在此之前 不管是许亚军出入夜店 还是必拍到与美女同行 小S与S妈必定会出面回应 如今两人都是三肩齐口 忍不住让人想入非非 而事实上 小S也不是第一次用 我很幸福这样的回答 来给自己洗脑了 徐亚军这些年桃色新闻不断 甚至还有被她原著过的辣妹 亲自出面爆料 结果却被小S以朋友的名义挡回去 而小S遭到家暴的消息 也曾被抬眉实锤 甚至还在录制节目时 都被发现眼角出现淤青 可即便如此 小S也能将她洗成骑自行车摔倒 为了让网友们相信 甚至还上传了事故现场的照片 这在婚姻当中 小S一直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即使是老公生意出了问题 她也会抢先出来道歉 而对于婆婆 她更是百般讨好 不仅尝试各种方法 生儿子 帮婆家传宗接代 甚至只因婆婆给她留了一碗汤 都将感动到热烈盈眶 可即便小S在婚姻中低三下四 也没有换来婆家的尊重 而事实上小S所谓的嫁入豪门 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伪豪门 公公是医生 婆婆是律师 徐亚军虽然号称从事投资行业 但真正投资的产业却并没有几个 小S嫁人之后 不仅要在娱乐圈起早贪黑地赚钱 还要将两个女儿一起拖进圈内 明明过得并不好 小S却不能离婚 因为为了体面自己的孝顺 小S婚后便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公公达理 徐亚军赚的钱也在婆婆名下 因此小S离婚不仅没有办法分到财产 自己赚的钱反而还要比徐亚军分走一半 而许家所谓的豪宅 也根本没有小S的名字 就连上海的豪宅 都是购置在徐亚军的名下 而如今 S一家与汪小菲的事件爆发之后 小S的口碑也全面崩塌 网友们甚至开始为徐亚军叫好 移民徐亚军出轨家暴 却还能在如此激烈的骂战中完美抽身 不发一言就能让亲女帮她背负骂名 即使是要离婚 也会分得妻子的一半财产养私生子 简直是最大赢家 直到看到这张照片被曝光 才明白张兰的这句话到底有何深意 在S一家的纷争持续进行时 网友们也将目光放到了S妈黄春梅的身上 当张兰还在加拿大与印度人一起打黑工赚钱时 大S的妈妈黄春梅就已经结识了台湾巨妇黄润中 并成了她眼前的大红人 作为台湾有名的富少 黄润中背景强大 做到黑白两道通吃 45岁时便已经拥有了亿万身家 就连亚姐选美出身的陈宝莲都要受她庇护 而作为一位美女的狂热爱好者 黄润中曾经高调放话 表示自己没有女人就不能睡觉 而她的亿万财力 也让不少美女愿意为她马首是瞻 这其中就包括S妈黄春梅 黄春梅虽然在黄润中的后宫团中不值一提 但她却能坐稳后宫管家的位置 这其中的真实原因不得而知 只不过通过大S与黄润中的对比照 或许就能窥见一丝真相 大S三姐妹虽然长相各有不同 但大姐徐希贤与小S徐希弟 长相各自都与S爸徐坚有相似之处 而大S却长着招风耳短圆脸 反倒是有几分像黄润中 不过如今黄润中已经去世 相关的猜测也无法获得答案 而S妈之所以能在黄润中后宫团中有一席之地 还因为她曾爆料当过酒家女 当年为了照顾三个女儿 无法寄希望于婆家的她只能选择去吃青春饭 而对于两个女儿 S妈也选择了同样的培养方式 那就是靠颜值走娱乐圈解禁 一股脑将其塞进了滑岗异校 从小就开始喂进娱乐圈做准备 为了让女儿们在娱乐圈的路更好走 S妈还改换门艇 让两个女儿认了同样黑白通吃的杨登奎为干爹 而为了逃出婆家的魔爪 S妈甚至不惜压榨两个女儿 拿出800万帮前夫还债 小S曾在节目中爆料过 黄春梅有三个女儿 但是却对当了明星的两个女儿更加看重 对于大女儿徐希贤则十分冷淡 当年小S怀孕之后 黄春梅没有第一时间表示恭喜 反倒是特别生气 担心女儿会丢掉代言 怒骂女儿是赔钱货 而小S生下三个女儿之后 面对最小的外孙女出生 S妈也同样没有关心女儿的身体 反倒是一脸嫌弃地要求把外孙女抱走 能把两个女儿十几岁就送进娱乐圈 S妈绝对不是表面上表现出的那么简单 只是不知道如今大S已经失去豪门的庇护 小S口碑也面临崩塌 S妈又该如何帮女儿解决这一困局呢 终于知道汪小飞为什么玩不过大S了 与俱俊叶相比 汪小飞还是太嫩 如今大S的口碑全面崩塌 知情人也轮番出面爆料 连带着新欢俱俊叶的老底都被扒得底朝天 据网友爆料 俱俊叶在韩国早有家世 两人虽然没有夫妻之名 却早有夫妻之时 不仅有老婆还有孩子 只不过为了与大S在一起才选择抛击弃子 并且这位爆料的网友还表示 俱俊叶早在2016年就已经与大S开始频繁联系 两人还在一起旅行的过程中 被粉丝认了出来 这位网友不仅点名了时间地点 就连大S当天穿戴的首饰都记得清清楚楚 言词间的表露 更像是经常关注大S生活的某位八卦记者 而俱俊叶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不仅被曝已经生子 并且还彩礼雄厚 根本不像她表面上所表现出那么节节 这是S妈在节目中对三个女婿的评价 虽然话里话外都在夸三个女婿孝顺 但就连小S都能听出俱俊叶的抠门 与岳母初次见面只有一个抱抱 给妓女的礼物是牛仔裤改的包包 大S的生日也仅仅只送了一个吻 光是俱俊叶与大S结婚后的一系列表现 就已经足够可以引起群潮了 可谁又能想到原来的外节俭只是假象 俱俊叶才是这场纷争中最深藏不露的那一个 据说俱俊叶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 位于韩国富豪区 面积有三百多平 价值五十亿韩币左右 与宋慧桥等明星都是邻居 而俱俊叶的爸爸是个商人 祖父弊都是名校毕业 因此俱俊叶本身就是富二代 从小生活养尊处优 早年出道时 开的跑车也是价值两百多万的超跑 几年前上节目时 开的车同样价值百万 虽然俱俊叶早已过气 但他在首尔也投资了餐饮业和音乐制作公司 俱俊叶与母亲一起上节目时 母亲背的包包也是价值几十万的鳄鱼皮 而他对自己更是大方 平时随便一块表就价值几十万 服装不是潮牌就是名牌 只能说俱俊叶虽然算不上财阀 但他也资产雄厚 绝对不是表面上表现出的那么穷困潦倒 而仔细想想 大S如此精明的人 也根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只因一句现任老公很节俭 汪小飞便傻傻地以为大S过得很寒酸 将豪宅豪车全部拱手让人 反倒是俱俊叶一分钱不花就取到了大S 还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汪小飞的赡养 光是这份心机深沉 就是汪小飞难以企及的